妹妹前未婚夫刚娶了我,回门时给我买一个棉花袄,妹妹眼红想站为己有,偏心眼睛非但不制止,反而纵妹妹继续作用。 赵仁凤,你反了天是吧?猪猪就要你一个傲子,你敢说出这么大你不到的话? 小时候,她为了穿一件新衣服,你们就剪掉了我的头发,而如今她说想要嫁得好一点而已,于是你们就合伙抢走了我的未婚夫。 赵仁猪,你想要的这些东西,全都是建立在剥削我之上,你觉得自己可以随意地掠夺我,可是你别忘了,压迫、剥削、掠夺,这些都是有限度的,兔子急了还咬人。 瞅你那点眼力剑,猪猪问你要身心衣服都这么小气,男人都是贱骨头,没准你给了猪猪,你男人还会给你买套新的。 快来人了,刚嫁出去的闺女,这就不认她妈了。 哟,这不是老四家媳妇吗?你这是咋了?快起来。 二嫂子啊,我没法活了呀,我嫁进老赵家二十几年,生儿育女,每天起早贪黑,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现在赵仁凤这丫头刚嫁出去几天啊,就欺负到我头上来了,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。 猪猪怀孕了,我不过要她把新衣服让给猪猪穿,她也不愿意。 二嫂子,你是不知道啊,这个不孝女现在眼里根本就没有我,我生她养她十几年,她现在就这样对我,你可要给我做个见证啊。 王凤之见刘春芳哭得这样惨,看向赵仁凤的目光充满责备。 就算你已经嫁人,也不能忘了你妈对你的养育之恩,不就一件衣服吗?你妈要你就给她。 哟,凤之嫂子,你这话说得真大方,搞得这衣服是你的泪样。 王凤之虽然是嫂子,却被柳琴的泼辣压的死死的,顿时也不敢多说什么呢。 既然是这样,那我就不管这事了。 刘春芳见撒泼打滚这招已经没用了,杨手就往赵仁凤脸上挥过去,不过眨眼之间刘春芳扑上来的手已经被人握住。 岳母,赵仁凤已经是我沈家的人了,你出手有点过分了吧? 你放开我,老娘自己生的肿,想打就打。 我说四弟妹,你这妈当的也太偏心了,替价乱是还没过去呢,又眼红上大女儿的新衣服了。 得不到甚至还要动手,这还是人干的吗? 还不赶紧回家去,别在这家门口丢人现眼的。 从前造银凤在家,不是被你打就是被你骂,没见他有过怨言,现在你耍无赖,还恶言先告状。 哪有这么当娘的,这也太缺德了。 刘春芳纵然脸皮后,被村子里这么多人说,想要狡辩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猪猪,咱们先回家。 妈,我不回去,她是我姐姐,让给我怎么了? 让你跟我回去,你就跟我回去,还不嫌丢人吗? 赵人珠呆愣在原地,长得这么大,刘春芳还是第一次用这么严厉的口吻跟她说话,只好跟着刘春芳乖溜溜的回去。 小凤,以后你妈要是还跟你闹,你就喊婶子来给你做主。 是啊,小凤,你不能像从前一样被欺负了,你那个妹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谢谢三婶,谢谢小玲。 三婶,今天小凤的事情谢谢你为货。 这有啥好谢的,都是家务事,我既然是小凤的婶子,我就有责任保护她。 赵人凤其实并不是被刘春芳吓住了,只是刚才的事情掀起了她曾经的伤痛。 沈青松,谢谢你刚才护着我。 我是你的丈夫,是你现在唯一可以依赖的人,护着你也是应该的。 但我还是想要和你说声谢谢。 回到沈家刚吃完饭,赵大田居然急匆匆跑了过来,不出意外应该是赵大田下宫以后,听村子里面说起了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情。 小凤,你没事吧?有没有受伤? 爸,放心吧,我没事。 你娘真是太不像样了,你以后可千万要当心点,出了什么事先保护好自己,等爹回来了就帮你做主。 我知道了,谢谢爹。 那我就先回家了,看到你没事就好。 在家里十九年,赵人凤只知道他老是芭蕉,家里的事情刘春芳很强势,赵大田插不上手也不敢插手。 也许是这次替嫁仪式爆发以后,激发了赵大田心里的内疚,才知道要来维护的。 第二天一大早,一辆乌黑发亮的轿车从大洋村开到白山村村口,慢慢悠悠开到了沈家。 文汉宇看到赵人凤眼里迸射出亮光来,但很快他又想到了什么,眼中的光芒暗淡了下去。 我是来给你签合同的。 文大哥,你来得可真早。 合同是按照我们饭店一贯的合作惯例来做的。 我在这基础上给你加了不少的福利,你还没什么问题的话,那就尽早签下来吧。 进屋之后,文汉宇不捉痕迹将沈家上上下下打亮了一份,几间用黄土砖砌起来的房子,房顶上盖着茅草。 沈家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倾贫许多。 看来沈青松并不是和顺的什么亲戚,如果真是亲戚,和顺怎么会看着他们家如此窘迫。 看完了全部的合同之后,赵人凤抬起头。 你的意思是说,从今以后我的药草茶只能在你们的药店售卖。 对,多加,我需要你的市场竞争力。 既然这样,我觉得还要再加上几条。 你先说说看。 第一,我给我的药草茶取了一个名字,叫木锦棠,这个名字属于我。 第二,往后我还会配出其他不同功效的药草茶,你需要向我支付药草茶原料的成本。 如果销售出去了,每年的销售利润我要抽取40%。 第三,我现在只能和你先订个三年的日期。 如果三年合作期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的话,再考虑续签合同的问题。 剩下的以后,如果还有什么要添上,我们再签补充协议。 如果这个合同这样钱,三年之后木锦棠药草草堂是打响了名气,而我们的合同却到期了。 你却不再和我们要草堂合作,反而自己另起门户或者和我们的对家谈合作。 那我岂不是为他人做了下意? 文大哥,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出现巨大分歧,我们可以先签一个意向书。 这样做也能给你更多的保障。 我可以向你保证,木锦棠药草可以给你带来的利润不可估量。 你对自己这么有信心? 当然,你也该对自己有信心。 如果你不看好这个中程药的市场,就不会坐在这里和我商量合同了。 赵仁凤思路清晰,完全不像是一个山村里什么都不懂的农夫。 文汉宇被他的聪慧震惊到了,文汉宇今年26岁,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,在文件那个权势斗争的大家族里一步步走到今天,好不容易达到和大哥分庭抗礼的程度。 凭借的就是对人心的猜测,每一次的商业合作,文汉宇都能达到理想的状态。 唯独和赵仁凤这次的合作,是他完全没想到的让步,但他看好这个市场,相信赵仁凤的聪明才智,还是决定继续合作。 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许多。 谢谢夸奖。 那商量好了,我就加上这几条,然后签字了。 签吧,祝我们合作愉快,这支钢笔跟了我三年,我签下的第一份合同就是用的它。 今天我想把它送给你,作为我们合作的一个信物,我们第一批合作的要草茶,我想先订三百包,五天之后就要在全国大量上市,你能搞定吗? 可以,不过您需要先支付我一部分的原材料费用。 先给你一千够不够,我一部分原因是想给你一些活动资金,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还能找你买舌胆。 这个没问题,舌胆可能需要过两天才有,我酿了两瓶舌酒,对费极的病人也是很有帮助的。 送一瓶给你,就当是这支钢笔的回礼了。 赵仁凤将文汉宇送走以后,沈翠翠还坐在堂屋里,被震惊的一动也不动。 赵仁凤不过时随随便便说了两句话,然后在纸上签了他的名字,一千块就到手了,这么简单。 赵仁凤,你和刚才那个男人都谈的什么生意? 你是不是背着我哥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? 我会看到你的女人都还在沈翠翠绝。 我会看到她的舞预奏。 感谢观看